我们希望美国的政客们把自己的脑袋用凉水冲一冲 想一想到底应该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才是最美国最有利最可行的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报名说 今天的话题是中国不接美国的电话吗 当然不会 南华早报报道说美国的很多专家抱怨 中美之家缺乏沟通和交流机制 双方都认为对方抱有最大的恶意 所以战争的风险很大 确实美国要是继续这么说一套做一套 继续这么咄咄逼人 不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进行修正的话 中美之间最终走向战争不是不可能的 每个人骨子里面访华 我们心知赌民 这已经不是什么看破而不说破的事了 中国之所以一直采取斗而不破的立场 而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对北约来硬的来献快的 一是中国人睿智 做人留意线日后好相见 二是还不到时候 没有实力的愤怒 只能是自取其辱 但是中国留有余地 不等于说中国就没有脾气 更不是说中国就没有办法了 自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 中美之间的正常的交流遇到了极大的障碍 中国到美国去做学术交流访问的学者经常在机场遭到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无理的搜查 美国特工甚至会直接冲进学术交流的会场 募收中方人士的电脑手机 这就让中美之间的正常学术交流没有办法再持续下去了 到了2022年 美国忽然发现中美之间的交流不畅 对他们自己来说 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 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高级研究员桑顿 他就认为 人们担心发生意外 因为双方都处于一触激发的状态 有的学者认为 中美之间这样的不交流不信任 很有可能把两国关系带到古巴导弹危机的那种状况 那一次美国和苏联之间差一点点就要爆发核大战 他们担心假如中美之间没有热线电话 万一出现意外冲突 很有可能就升级为局部战争 继而升级为世界大战 而且中美之间现在潜在的冲突领域十分广泛 包括核武器太空和网络 中美之间都没有管理的协议 可以看出来 美国政界有一部分人是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这证明在美国政界的内部 总算有那么一些人终于意识到和中国搞对抗 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中国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 解放军的军事实力还在不断的提升 台湾就在大陆的眼皮底下 美国军方早就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兵棋推演 证明了中美如果直接进行军事对抗的结局 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 因为美国连续两届政府的倒行逆施 把中美之间的政治互信基本上已经破坏殆尽 美国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的政治基础 基本上都已经被掏空 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对破坏中美关系 可以说是叫做肆无激动 尽管美国的商界在试图做一些挽回 那也是因为美国社会承受不起贸易战的后果 更何况一旦这些政客们歇斯底里起来 商家的话语权就会不值一提 美国学者把这种情况形容为 一旦危机爆发 经济决策者就会被赶出房间 决策者的圈子也会缩小到那些发动战争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中美关系的前景 令人非常悲观的原因 美国朝野现在严重的缺失 对访华势力进行制衡的力量 中美关系是不是就这样任其无限的恶化下去呢 当然还是要想办法做工作 中国还是在竭尽潜力 维持中美之间的正常交流 中国外交部美大司的官方微博上线 起的名字叫做宽广太平洋 表达了中国对于中美交流的最大的诚意 中国驻美大使也多次表达了 继续维持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意图 参加飞虎队来华作战纪念日的庆祝活动 还在美国的媒体上公开发表文章 阐述中国对于乌克兰战争的和平立场 中国继续保持平和开放的态度 在各级各类的学术交流经贸往来上还是尽量的开绿灯 甚至于对一些鹰派美国的政论家 我们也欢迎他来进行学术交流 让其充分的表达和我们不同的观点和立场 美国有名的鹰派学者米尔斯海默教授 应该说对我们中国的这一明治政策有切身的体会 我们还注意到美国军方更加倾向于同中国军方保持密切的接触 美方的新闻报道已经明确的提出 美国渴望加强安全保障和通信线路 以便其军队能够畅通无阻地穿越台湾海峡和南海 当特朗普即将下台 有可能做出不理智的决策的时候 美国军方最高军事指挥员 甚至主动的向中国军方打了电话说明情况做出保证 为什么呢 因为中美一旦发生冲突 最危险最痛苦的将是美军 我们希望美国的政客们呢 把自己的脑袋用凉水冲一冲 想一想到底应该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才是最美国最有利最可行的 想把中国从地球上抹掉是不可能的 想阻止中国的崛起 那是办不到的 这就是现实 好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 是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